你这么做 是破坏了云锦庄的信用 是否破坏信用 只需看云锦庄 接下来几日的订单数量 如若数量并未减少 说明在客人心中 云锦庄的衣裳值这个价钱 我虽提高了售价 但是想要留住回头客 从来就不是靠低价 而是靠品质 在这一点上 云锦庄从未失信于人 云锦庄数年来 一直坚持至高价低 怎么到你这儿就坏了规矩 师父还未发话呢 你这么做 实为不妥 霓裳 你做得很好 我只让你将那批衣裳 卖出十两百亿 可是并未规定如何卖 所以 还是算你完成了任务 太好了 太好了 至于提价一事 其实我早有打算 如今各项材料成本增加 若云锦庄再不提高售价 恐怕也难以维持 这次你帮云锦庄试卖 反而让我安心 你懂得变通 头脑灵活 试块做生意的材料 师父很欣慰 你起来吧 以后可以继续留在云锦庄 谢谢师父 快起来吧 快起来 梅姨 今晚大家一起好好吃一顿 庆祝一下 好 前日 您不肯给大家炖的那只鸡 今日霓裳回来了 可以炖了吧 可以 可以 我再给你去炖 这就去炖 再给它熬碗姜皮 好嘞 谢谢师父 谢谢娘 你就知道吃 太好了 霓裳 太好了 来来来 放这儿 放这儿 来 把这个给我 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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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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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都别来了 小心点 让一下 让一下 快来了 别不死 别慢点啊 来 放这儿吧 好 好 好 烫烫烫烫 这儿有点 我第一次做这道菜 做得不好的话 你们做得担待啊 这要是还不好的话 那慧仙龙的厨子 早该回家种地了 文秀说他身体不舒服 就不来吃饭了 师父啊 要不我们就先坐下吃吧 小心 这个 让他休息吧 梅姨 记得给他留两个菜 哦 知道了 大家坐下吧 我来说两句 好嘞 今日虽然不年不节 可是霓裳重返云锦庄 也算是个小团圆 再说你们节夜在即 不日将离开云锦庄 各奔东西 所以师父在这里 先敬你们一杯 祝你们今后虔诚似锦 不不 等一下 等一下 站起来 站起来 这一杯 应该我们去师父才对 这些年 师父管教我们着实辛苦了 我们应该感谢师父 我们小元香长大了 越来越会说话了 霓裳 你也说两句 元香说得有理 咱们姐妹相聚引锦庄 大家水平参差不齐 个人物性也千差万别 师父为了让我们一个个 可能顺利出师 也是费了不少心血 师父 感恩的话霓裳就不多说了 来 姐妹们 咱们敬师父 谢谢师父 娘辛苦了 来来来 别光顾着说话 快坐下吃 坐下吃啊 来来来 吃菜吃 这些菜呢 不准年级 全都我让大家做了 师父吧 最近都下庄啊 听见没有 好 好嘞 继续打扰我了 来来 梅姨 事后不早了 别收拾了 赶紧回屋睡觉 知道了 你也去歇着吧 来 哥俩好啊 又回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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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 你必须把这裙子合完 成天 孩儿敬你一杯 走走走走 你去哪儿啊 来 别拉了 师父生气 叫你 元香 你去厨房 弄点没音量的酸梅汤 灌太队大了 洗脑提神 你是不是知道 我不爱喝酸的 会整我是不是 谁让你喝这么多 我跟你说啊 你这次你要是回不来 这云锦庄 我也不在这儿待了 从今往后 你去吧 我去哪儿 天呀害记 我都 滚开 越说越来劲了是不是 又是叫你们知道了 还不扒了你的皮呀 元香 赶快把我拉走 拉走 拉走 走走走 走了走了走了 行了 爸 我都给你 这孩子 行了 别收拾了 快去歇着吧 我自己收拾就行 无法没有帮你 不用不用 你赶快去歇着吧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去吧 那我走了 你去吧 继续 去喝酒吧 你爹 去喝啥吧 你好喝啊 好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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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听曲曲儿叫 公子不也还没睡 在这儿看人听曲曲儿叫吗 贵庄欢声笑语 公愁交错 在下在隔壁呀 听得心里直痒 又未得到邀请 自然睡不着 想必是邀请公子来 公子也没脸来吧 我为何没脸来 我可是你师父的贵客 您不过是赵大人的客人 我们师父 也不过是看在赵大人的面子上 敷衍您几句 没想到您 我怎么了 生意场上 看破不说破 欧阳公子也是商人 相间何疾啊 原来你还在记恨 卖医生的事儿呢 公子应该知道的 我是要靠那摊子重返云锦庄 差一点全让你给毁了 看来你 丝毫不知错呀 我凭真本事 用的也是真材实料 何错之有 做生意 做生意 若仅靠耍这些小手段 怎能成事 可是我 我还没说完呢 我问你 你对云锦庄的诚意品质 及口碑 是否胸有成竹 那是自然 那你为何当街甩卖 甚至不惜找托儿 来自降身价 我 我什么我 为何不直接 去找你师父素日的熟客 登门售卖 他们熟知云锦庄 又能识别货品真伪 岂不是更为容易 你师父 是让你把这些衣裳卖了 又没规定 不许你抢他的客人 而你 却在街上摆摊 演着拙劣的把戏 就不怕 败坏了云锦庄的名声吗 我还有几句话 不知你肯不肯听啊 公子既然已经说了这么多 那我再多听几句 又有何妨 在云锦庄众多弟子当中 你的学识 计议 均算上成 如今 也算是学艺有成了 但是 切记不能适才生傲 轻慢主顾 敢问公子 我何时轻慢主顾了 不是会笑脸相迎 就不算轻慢 将主顾视为待宰羔 更为狂妄 只有用心待人 用心做事 才能留得住客人 云庄主 数十年来带主顾如家人 制作的衣裳 每一针每一线 都不辜负客人的每一文钱 且从不拖大或欺瞒 这才使得云锦庄的口碑 日胜一日 霓裳姑娘啊 你要学的东西 还有很多 所谓经商之道 乃为商者要有人心 诚信为本 同所为妻 这也是商人 立足于士的根本 我看他 承计别的 不认识 不认识 霓裳姑娘 若在下的话说得重了 还请姑娘见谅 多谢公子教唤 霓裳谨记 不认识 近日便是你们结业的日子 按照云锦庄惯例 弟子结业前需通过考试 方能获得绣女称号 所以 我请来了赵大人 以及欧阳公子做评审 获得此资格者 便可获得 云锦庄的认可 将来 无论你们从商也好 教习也罢 均可拥有此名号 另外此次 还会选出 云锦庄首席绣女一名 其实呢 通身只是略同织绣 奈何 你们的师父 再三相邀 我呢 也是盛情难缺 免为其难 还请各位姑娘 不要笑话我这个外行啊 赵大人过谦了 你也是看着这些孩子们 一点点成长的 所以您的评选 他们自然是服气的 虽然我是一个外行 但我这位异帝 他可是个内行 所以呢 我们两个共同评选 相信这个结果 一定会非常公正的 兽云庄主和赵大人相托 子虞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节夜考试的内容 是你们各自去淮州城里招揽生意 订单最多者获胜 因为我曾未教过你们如何招揽生意 这次考的是你们的应变能力 还有经商才华 如不能胜任者 趁早打消丛商的念头 去各大秀方聘个秀娘 也是未尝不可的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大家都去准备吧 赵大人 欧阳公子 两位里面请 好 请 霓裳 这次属性秀女定属于你 维修姐 别瞎说 看什么呢 还没笔试 那还有笔吗 我们这批人里属你最有本事了 你们都知道吗 其实那位欧阳公子并非商人 而是一位王爷 真是王爷 他呀 对江南之秀兴趣浓厚 所以才来淮州探访民情 咱们与锦庄能够请到这位洛王殿下 已经是很难得的荣耀了 欧阳公子 竟然是一位王爷 你们是否曾对王爷不敬拐 原来他是为王爷 为我的气质如此出众呢 长得这么一样 霓裳 之前我娘不让我跟你们说 你别介意 不管他是不是王爷 都与我无关 但是你平日里 对他说话总是冲冲的 你就不怕他 他若是因为这点小事 就记我的仇 那他与那些狭隘蜀辈 有何区别 他一定早就知道 欧阳公子的身份 却在一旁看我出仇 好你个霓裳 这个仇 我一定要吧 霓裳 我 我什么都不会 能带着我 放心 我怎么会丢下你呢 霓裳 你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好好好 大家一起 梅秀姐 这次能让我跟你一起吗 马上就要结业了 大家各奔东西 我帮得了你一时 帮得了你一时吗 姐妹们若信我 就跟我一块来 拉来的生意 我们平分就是 你们看看 我就说你 我算好一个 我给你们帮忙 就好了 你们帮我吗 你帮 不不 离开云郡庄 你有何打算啊 我也不知道 可能先去京城吧 你在那儿有亲人吗 我舅舅舅妈在那儿 只是多年未曾来我 如今我父母介意亡固 也不知道他们 趕不快收入吧 你比我好 至少还有舅舅舅妈 而我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不然你和我一起去 投奔我舅舅吧 我舅舅在京城 也有剑枝一破 正好我们可以帮上忙 可 可是我 别可是我 我不想和你分开 别跑不跑 好 我没有跟你分开了 可是 可你舍不得成天 对不对 可心悦君悉君不知 人家给你偷袭窝子你还笑 成天喜欢的 就是你这股简简单单的劲 你要是在他面前 咬文嚼字起来 倒是会把他吓一根头 你不用安慰我了 他才不喜欢我呢 他若不喜欢你 怎么会让你整日 跟在他屁股后都转悠 他说过的 我现在太过于大大咧咧 要跟我做一辈子好兄弟 他真这么说 去 你干吗去 找他去啊 信奈啊 他不是跟你称兄道弟吗 兄弟告别在即 让他陪你喝酒 不是 我不让他喝酒 你俩躲在小厨房里偷偷地喝 我知道梅姨酿的好酒就藏在那儿 等喝醉了 就把你想说的话统统告诉他 不怕 干什么呀 拉拉扯扯的 你有话说话 你关门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我这个月的钱可用完了 你不要想打我不硬 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想说什么呀 你别吞吞吐吐的怪吓人的 我说不出口 你怎么就说不出口了 我 我 你想说什么 等喝醉了 就把你想说的话统统告诉他 酒 酒 酒 大晚上的你找什么酒啊 没意的酒啊 你别乱动 姜佛他肯定以为我偷的 偷就偷了 反正要离开云景庄了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大晚上的 你别喝了 这可是烈酒 你又跟你说 你说呀 醒醒呀 你什么意思呀 带我来厨房 你给自己喝大了 有人吗 有人吗 你这什么体格呀 我也抬不动你呀 大伙出去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一会儿跟大家说下如何分配 承天 元香呢 还说呢 他昨日非要拉着我喝酒 结果他一个人把梅姨的酒全喝了 我正愁不知道怎么跟梅姨交代 现在要紧的是 元香若是再不来 就要错过考核了 那怎么办呀 他这会儿睡得跟猪一样 叫都叫不行 别拉着了 那 只有麻烦你大佬了 走吧 我们该出发了 好 好 好 走吧 好 好 闻舅姐 这首首项目肯定是你的 小心脚下 我 昌南镇的瓷器 正是 好 果然名不虚传啊 妙在 宫市局下个季度的国礼丹 王爷这边可算是有个交代了 大约多久可以出货呢 最快也要一个月 好 这个地方值得本王亲自去一趟 王爷莫及 好歹也帮云锦庄那帮孩子们 做完评审 再走不迟啊 真不知道这回 那个丫头 又会做出怎样的惊人之举 承天 你回去后也别说袁翔了 她现在一定特难过 梅秀姐 那会儿你打算去什么地方啊 他们去哪里 我自然就会去哪里 霓裳说他们要去集市 像集市那些贩夫走卒 售卖我们云锦庄的上等的云罗绸缎 他脑子是坏掉了吗 我也觉得不妥 那可是 姐妹们 一会儿我们两人一组 分别从集市的东西两个入口进去 一个时辰后 不管有没有揽到生意 我们都在集市南门会合 好 好 霓裳 霓裳 你们真去集市啊 闻秀姐 你还是让我跟着你吧 那集市能卖几套衣裳呀 我跟着你给你打打下手 到时候你分我一点就行 我只要能拿到秀女称号 别的也不舍求什么 也罢 不过我们先说好了 我最多只能分给你 屏上秀女的量 但量体技术这些杂活 都有你来 没问题 这 这怎么这样 走吧 闻秀 你们去哪儿啊 哎 我还是要给你 我还是要给你 我每个人都会 我一直在这儿 那你 我都会暂停 我都会让你 我都会给你 我都会有一个人 我都会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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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年计料全都变废为宝 你说师父知道了 会不会很高兴啊 那咱们还不快点 别让颜文秀领了先 不急 颜文秀若是肯把这份心思 用在老百姓身上 那他还是颜文秀吗 走 您再看看我们的衣裳吧 走走走走 再看看吧 不要不要 我们人去装衣服可好了 您再看 再看看吧 翠玥 走吧 文秀姐 这可如何是好啊 你看太阳都快下山了 咱才订出去五套衣裳 虽然订单少 但咱们走的都是大户人家 单价高 你还别嫌少 说不定霓裳他们 一件还没有订出去呢 说得也对 集市上那些泛服走卒 有几个能穿定制的衣裳 行了 时候不早了 咱们赶紧回去吧 可万一霓裳他们 没有万一 自然自然 这次首席绣女的称号 文秀姐你拿定了 可你就惨喽 一套订单都没有拉到 连绣女都拼不上 咱们不是有五套订单吗 说好给我一套的 这五套订单都是我订下的 你就帮着量了量尺寸而已 难道还想分我一套不成 咱说好的呀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在师父面前 美颜你几句的 虽然你一套订单也没有拉到 但是你学业几年也不容易 相信师父不会不同情理的 退一万步说 就算师父不通融 反正霓裳他们 一套也没有订出去 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写恩秀 你也太卑鄙了吧 纵使得到首席绣女称号 你也一文不值 Kids 你们订阅的名字 与我们有点好 你也订阅 顺义 对 你也订阅 你也订阅 你觉得你们是好的 相机 袁翔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哭了 整天 我就睡到现在 我忽了考试 完不成订单 那可就凭不了修女啊 妈呀 那你这几年不是白学了 我逗你的 你的订单我都替你完成了 什么 你们替我做了 你们拉了多少订单啊 多得你想都不敢想 霓裳怕你着急 就让我先回来告诉你 你怎么又哭了 霓裳设计那个相册子上面有很多的样式 师父没有想到你们如此得力 短短一日 竟拉来这么多订单 尤其是霓裳 竟想到 将库房里的边角碎料 便废为宝 不仅填平了成本 还让那些今年不见天日的废料 有了真正的用途 无形中让云锦庄多了许多新主顾 所以霓裳 这一刻不是师父教给你的 而是你教给师父的 师父 霓裳只是耍了些小聪明 跟师父比还差得远哪 这并不是小聪明 而是大智慧 为伤者 不仅看眼前利益 更要放眼于长远 道理虽简单 却非每个生意人 皆能做到 如此说来 霓裳当选为首席绣女 应该是没有悬念的了 赵大人如此说 我并无异议 就看洛王殿下意下如何 霓裳姑娘 霓裳 恭喜你了 好 此次 除霓裳 获得首席绣女殊荣外 其他人的表现 均可圈可点 都可以获得绣女资质 文秀 来 分发下去 二位大人 我们屋里坐吧 我们是绣女啊 师父 文秀有话要说 好 你说 原乡今日 并未出去拉顶单 就是 文秀认为 她并没有资格成为绣女 但她名下却有五套顶单 究其原因 乃是霓裳指使成天所为 霓裳作为此次带对者 公然作弊 不知道师父 该做出何种处罚 言文秀 你为何出处看着别人的脚后干 你就这么见不得别人的好吗 此言诧异 我只是就事论事 眼里柔不得沙子 你就是嫉妒霓裳 眼红她夺了首席绣女的名号 像你这种偷奸耍滑 浑水摸鱼的平庸之辈 又凭什么说我 师父 文秀所言不错 元香今日确实没有出门 她的订单 也的确是霓裳指使成天为之代劳 霓裳有错 不配首席绣女的名号 烦请师父收回 但元香她并不是故意的 还请师父 看在她素日勤勉的份上 不要剥夺她的绣女资格 师父 首席绣女 霓裳得来当之无愧 该受罚的 只有元香一人 你就责罚元香吧 既如此 我也理应受罚 娘 霓裳和元香的一切惩罚 都由我来背 您怎样罚我都成 但是求娘 不要夺走她们绣女的资格 她们还要靠此意吃饭呀 师父 要罚就联我一同罚吧 我也该罚 承天替元香拉单子 我知情不报 李姨一同受罚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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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该受罚 师父 我们也该受罚 师父 我们也该受罚 云锦庄讲罚分明 霓裳 霓裳 原香 承天 理应受罚 但 过不及此 不会因为一时之过 而抹杀 数年苦学之功 罚霓裳元香 暂留云锦庄 直至完成所有订单 方可结业 罚承天 当杂役半个月 任何人不许帮她 娘说的是 承天认罚 下雨 她不想购 oy 三 Denis 别有点 你不能缺 потер 嗯 别有点 美味 心理 面粉 才可以 你身为云锦庄地首席繡年 按理说 想陪我逛街市这种事 以后就不该由你来做 不过是个名号罢了 不必较真儿的 话非如此 云锦庄给你的荣耀 况且还是本王和赵大人 亲自评鉴出来的 岂能不当真 王爷教训的是 本王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姑娘可否答应 王爷请讲 在此处停留甚久 还未曾穿过云锦庄的衣裳 也算是汗室一件 不知姑娘是否愿意 为本王做一套冬衣呢 恕霓裳斗胆 为王爷量体 王爷来这儿 王爷来这儿 王爷请抬手 王爷 王爷 Game photographer 王询一言 王爷 臃 reluctant to help the king 从下审投尸 你不得恩 個宾 toda 宁 Astent 什么 说那里来了一批波斯商人 找他们订了一大批货 恐怕王爷要的那个数目 他们年下赶不出来 岂有此理 是本王先下的订单 若是不能按时交货 本王该如何向天家交代 不如王爷立刻赶往昌南镇 亲自督促他们赶货 好 那劳烦赵大人备好车马 我们即刻出发 诺 王爷 这是现在就要走 本想着过几日在走的 现在看来是等不及了 王爷放心 霓裳定会进行完成冬议 紫玉 网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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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